说实话我们不是搞过很多期的烧烤吗 用到的烧烤的那种器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像这个吊炉是用来烤那种什么大型的那种肉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烧烤架的话 就是主要做那种碳烤的那种东西 用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朋友们 我最近又在网上发现了一样好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号称不用碳不用电 就可以变成烧烤架 就是我装这个 它这个设计理念的话 就是说只要你家里面有燃气灶 或者说有那种瓦斯炉 你把它架到这底下 它这个温度会从底下这样升上来 不用碳就可以在这上面烤蒜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 咱们就来测试一下 用上这个户外烧烤神器 咱们今天制制一顿烧烤来试试看 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烤羊肉吃 因为我是觉得羊肉还是最好吃的 这里200块钱五斤重 然后穿穿的话 我又在网上发现一个新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穿穿神器 套称把这个肉直接丢在穿穿神器里面 然后直接把签子插上去 拿刀稍微一割一下 一打开 就全部都是非常标准的那种小肉串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测试那种 在户外有没有那种便携的 那种吃烧烤的方法 看看就用简单的这几样工具 咱们能不能完美的吃一顿烧烤 来这个神器长这个样子 肉直接丢在这里面 然后拿它赠送的刀 直接对着里面滑就可以了 按模具切完之后 就直接把它丢进去就行了 直接往下塞就可以了 估计这么多应该就差不多 可以算很多算了 剩下这里有个下子再吃 直接把它往下压紧 切一下 你平一点 你慢一点往前推嘛 推到头嘛 哎 这透了 透了 这透了 好像还可以的样子 行不 这不用我偷 四串里面连了三串嘛 拿刀再割一下吧 接着咱们这个便携式超烤炉 这个正式开始烤着 那个东西翻车了 希望这个东西不要翻车 这是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直接用卡式炉灶 一边放一个架在中间 通过两边的火源集中在中间 飞哥你觉得咋样 这项目 嗯 我往那里头了 可以不 可以 你看 鸡鸡冒油了 你看到吗 啊 这里下生着火啊 我去 你看这串啊 这是老腿了 这香味 我去啊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串应该就差不多了 鸡鸡冒油 把伞子叫过来 让它一起吃一下 高低得给它炫耀一下 喂 伞子 过来吃羊肉蒜了 哦 好 快点 我来了 2500万的配方 关火 关火尝尝 来了 那个粉丝没来 其他粉丝先吃啊 嗯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可以 嫩 哎 确实香真香 而且它是纯羊肉你知道吗 嗯 把楼上那两个饱叫起来了 喂 下来吃蒜 快点 好 好 好 来了来了 唯一一点出现就是没有那个碳烤箱 我没碳烤箱哈 可以不 可以 啊 这个就是不用电 不用碳就能烤的 贝哥 问你个问题 嗯 这种拿咱去烤的话 不是说不太好吗 谁说的 嘿嘿 听没错的吗 这不是 这不是请你来辟谣吗 我们不是直接拿火烤的 知道吧 哦 我们是用这个热气给它烘熟的 多少年的时候 等一会 这项目 新项目就黄了 这块 五包了都 快快快快 快 就等你一个 快点 哇 哈哈哈 这是没有碳没有电 走一步料啊 你吃啊 来 嗯 哇 香啊 嗯 还不得不说 这肉块大了吃了更爽一点 不过说实话哈 这项目就是可以啊 下次咱们可以出去摆摊 就这种小肉算 你说一块钱就算是吧 对 一块 嗯 边烤啊 再加 把它吃完了 加 加 加 嗯 加 好 朋友们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照主结束啊 本期视频要点赞到多少 咱们出去摆摊啊 就是把他一万嘛 啊 点赞到一万 咱们出去摆个摊啊 有本地的粉丝你们可以过来吃啊 到时候给你们发地址 嗓子你来 你来你烤吧 你烤你烤 好 好 烤